关于新冠疫苗的接种进度 目前全台累计已经有9236人接种了AZ疫苗 周五就新增了2136人 但是其中通报的不良反应个案 单日激增13例 全台累计一共有27例的不良反应 但有5例是严重个案 周五新增的4例分别出现了红疹 发烧还有胃寒的症状 指挥中心也研判 这类都是过敏还有类过敏反应 但其中一例比较特别 因为他本身有心律不整 晕眩的病史 在接种完疫苗的隔天 上班时就出现有晕厥的情况 被送往医院观察 不良事件的话 目前昨天的话是有新增13件 AZ疫苗在台施打5天 已经有9236人接种 周五当天就新增2136人 不过接种的人一多 产生不良反应的个案 也瞬间激增13例 其中更有4例 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有三例看起来是比较像是过敏 或者是泪过敏的一个反应 严重不良反应的个案 有人是在前胸腹部出现红疹 并有呼吸急促症状 心脏腾跳到每分钟110下 还有两人是接种后的 1到3天内出现发烧 注射部位疼痛和胃寒等症状 指挥中心研判 这三例都是属于过敏 或是泪过敏反应 另外一例比较特别 他本身有心律不诊和晕眩病史 打完疫苗隔天 上班时竟然差点晕厥 被紧急送医观察 这个到底是心阴性的晕厥呢 还是说是神经性的晕厥呢 后续还会在医院 安排一些相关的检查 不过我们的疫苗 其实没有导致这个晕厥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包含4例严重不良反应 全台目前累计 已经有27例不良反应个案 和国际整体情况相比 其实比例不算高 不良反应0.3% 那韩国已经打了73.2万剂的 AZ疫苗 已经通报了9973件的 这个不良事件 所以他们的百分比是1.36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通报的 情形来说 并没有比韩国来的更多 AZ疫苗上路施打 陆续有接种者出现不良反应 症状多变或轻或重 接种者在施打后 务必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记者零先就哄个财队 报道